我們的觀感的時候 銀秀小姐為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那以藝術 以她的畫作 以她的歌聲打動人心 喚起我們去關懷社會的議題 好 最後再次掌聲鼓勵她 給她一點獎勵 因為等一下要媒體提問 她其實有點緊張 是不是銀秀 那不要緊張 銀秀來 我們先坐這個前面 我站著你坐著 好不好 那我們現場媒體先進總共有三組 寶島電視台 沒有掌聲 謝謝 陽光TV 地球公民網路媒體 這請點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那所以我們希望是每一組 我們開放兩位我們媒體先進 那個朋友們 提問 那每一位提問的時間請在三分鐘之內 那銀秀你也盡量在三分鐘之內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評比 好 好 那 我們現場先在開放媒體提問 請我們的朋友們先報你是哪一個電台 然後您的名字 好 這一位先 好 這一位說 我的名字 我問您 然後您可以先��你 好,我自己的觀察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始終會認為其實台灣人真的還蠻聰明的 對,然後只是他需要一點點的媒介 就是像是有個機會去發聲 對,所以我一直覺得不管是有個或反的其實都是思辨的過程 就是其實我們需要多一點的平台實際去討論 不單單只是政府一直為了台電就是幫台電說話 然後一直在這部分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問題很多 台電問題很多 那最後還是選擇就是可能幫台電發很多滾軒跟洗腦的人 一些廣告 對,但是我剛剛提到台灣人聰明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假的 對,那 但是我也在懷疑就是當我說台灣人聰明是我們可能他已經僅限在某個脈絡之下 對於資訊取得很方便的人來說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對資訊的敏銳還有他的取得的管道可能比較 因為他可能是通過區公所或是通過像是相公所 類似的管道可能拿到那個文宣他可能就會被影響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是 雖然我們是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連帶 但是在一些脈絡之上可能會有一些人還是對於核電會有 就是比較保守 或是他可能 在過去核電的議題其實是 很多人是把他當作 他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發展的例子是有點像是過去二三十年前 有點像是面對像清華的東西那樣子的選項是 有點像現在的台大醫科 所以當時大家會認為他其實是一個運能 是一個解救的方法 但是試過今天我們發現他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他跟基改有點像 很多人是會認為基改是記憶改 而不會 而還留在他可能某一程度上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在可能部分的脈絡之下 有一些阿公阿嬤或是伯伯阿嬤 就是可能他們對於那部分的資訊取得比較不利的東西 就可能會錯失到目前可能回憶核二場 核三核四場的現況跟了解 對 所以我我大致上的觀察是這樣子 對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媒體興趣非常多 所以我們一位媒體朋友們 我們先開放一個問題好不好 那接下來 好 我是地球公平網路媒體的記者 第一是 這個實在是在進步的 我們的科技都是不斷的更新的 那在我們沒有辦法找到其他能源之前 那我們這個核四的建設 當然是要取代核一核二三 可以講可以去理解這件事情 那你對於這一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 就是說因為你剛剛科群沒有講到說 核四是拼裝的 然後你就便宜賠錢 那當然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政治因素 不要說政治因素就是有一些 政府的那個執政者 他的錯誤的決定 然後後來又變成 連續的不斷又停建 又在蓋 所以當時有些配線的動作 那這些東西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我們只想說 核四它是不是可以取代核一核二可三 這個議題能不能幫我們說一下 好 現在這個問題我就要先再感謝一下綠毛 過去的栽培 嗯 據我的了解 然後現在目前爬書道的文獻 嗯 核一核二核三場目前還是打算要演繹的 對 基本上他們是還是有這個打算 台電目前的一場是這樣 那核四能不能夠完全去取代核一核二核三場 它本身就是一個 對 它的發電量其實是佔6% 對 所以現在有一個 減六減六除四 就是每個人就是 台灣目前的環保團體 其實發起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大家一起來接能 就是減六它除掉核四這樣 對 所以 核一核二核三場目前的狀況 其實比我們想像的可能還要更嚴重 對 所以 嗯 以台電過去的做法 還有他們目前對待核四的就是工程的品質 我是比較不那麼樂觀認為核四真的可以去取代核一核二核三場 那 反而 反而我會比較 我會比較站在應該是盡早要處理的想法 對 我覺得核一核二核三場 這三個場應該要記得 因為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們的核廢料只會越來越多 那 大家都知道核一核二核三場裡面的乾式的核廢料 就是高階 高階核廢料其實已經快要滿窄了 對 那基本上這是一個這是一個比較已經非常危險非常不正常的現象 對 那 那核四大家都更害怕他會真的去運作 據說現在 嗯 嗯 就是我辦公室的同仁 我在全部聯盟嘛 全部聯盟和總部基金會 那 辦公室的同仁其實 提到說 核四廠的那個燃料棒已經在場內了 只差只差還沒有放進去 對 所以 這件事情就是 嗯 這還是需要大家高度的關注 對 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低頭公平網路媒體提問 好 來 非常謝謝銀秀喔 那 那 可以提問嗎 當然可以啊 拜託大家提問 要結束 怎麼可能這麼簡單放過你們 哈哈 我們現在時間先暫停喔 拜託大家好 放輕鬆一點 那個 我們老師剛剛喔 他講的等一下要交的作業 只有導言 揚百個字 OK 不要拼拼的這邊打字 好不好 標題一個 然後 導言 導言 他說的第一段其實就是導言 導言 導言是不是兩百字老師 對啊 不然你後面要關起來 大家都要跑光了啦 好不好 後面要寫完 後面要寫完要寫多少字 我們那麼多人 六七百組 全部加起來六七百嗎 那一組只要六百喔 好 一組 一組 啊 有加導言嗎 一組就是一篇 一組一篇 有加導言嗎 有加導言 有加導言 那後面才六四百而已啊 過一張都不滿 好不好 大家台頭看一下銀秀啦 好不好 我是站在這裡 我都穿得要死了 好 欸不知道本來親子會嗎 剛剛那個差不多 OK 我們非常謝謝銀秀小姐喔 那銀秀小姐其實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一個那個年輕人的點半嘛 對 因為她介紹她從小雖然是學藝術 從美術班 所以那個 我知道地球公民網路媒體 有一位親子專家 那個小朋友 所以從小學美術 然後呢 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改變 然後呢 我們今天看到銀秀小姐 她用她的所有的才能 然後來關係武力體 有好多個層面 好多個層面 第一個是她藝術養成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 妻子教育專家 她也可以來提問 第二個是反和 反和的那個就是 她的真正的 等於是她 學理的部分 好那個部分她 她也是在去進修 然後得到真正充分的資料 而不是人家說反和跟著反和 好 然後呢 不好意思 剛剛有一個 就是銀秀小姐她有提到 今年她有兩件事 影響她非常大的 一件事是她去預謀參加 反和的總職老師培訓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今天大聲工記者會 她去年來 今年來參加我們的大聲工 對她有什麼樣的改變 剛剛好像沒有提到 那不好意思 我們主持人 可不可以先幫大家 曾醫秀小姐提問這個部分 改變 我剛剛其實有簡短的說明一下 對就是 我覺得 一方面會想要來上課 也是因為 算是實現我的公民參與吧 就是 我怎麼樣讓 讓這件事情在一段話裡面 可以讓大家知道 她的情形 她的脈絡 然後 她的發展 然後是 是誰的詮釋 然後去看 去 去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我是一個面子 如果 我是一個鏡子 就是如果 我有辦法去反應這件事情的話 就多了別人另外一個管道 去認識這件事情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會想要來 這上課的原因 就是 我可以做一個反照的對象 然後我可以用我的觀點去詮釋 當然 我 我還是認為說 大家在面臨資訊 跟迷失事的時候 還是要抱持一個 比較開放的心態 去實際的去詢問 這件事情 到底面向是怎麼樣 那你可以 參考很多不同的想法 去拼湊你對這件事情的想像 所以我很樂意 成為那一面鏡子 就是 讓這件事情可能福茂也好 和四也好 華光社區也好 呃 有些人會問說 欸華光社區 他們不是親战普通嗎 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這樣的疑問 像我去參加華光社區的最後晚會 我經過一個警察 也是剛好有一個阿伯 他騎摩托車 就問警察 就跟警察說 那一隻早就該拆了啦 就是他早就應該要搬走 對他們 他是這樣的態度 那我當然也沒有提一下去跟他阿伯什麼 就是我是覺得 呃 在這樣的歷史發展賣樓 他裡面的土城的人口 其實非常複雜跟特殊 所以有些人其實是買了地上物 他其實真的買了地上物 但是呃 柏油土的那個產權不是他的沒錯 但是他事實上他也付出了薪水 付出了他自己的存款去買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還是他也是要被趕走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來是大陸也間 因為本來那邊是台北監獄 本來是印地位就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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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定的人才會移到那邊去 所以他移住也就住了三十十年 然後另外一個第十倍也是還是很多人認為我們會反攻大陸 對 所以那邊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領食一龜 所以也有人說那邊其實是呃 國民黨的鐵票區 對 那其實馬英九在上任當總統之前也有承諾過要安置 事實上我據我所知他其實是也有做出安置 但是是非常短暫 有些是一到兩年 對 那呃 對於一個呃 可能已經七八十歲或是低息那種變老人來說 他只要被趕走他沒有別的地方去 這是我 然後呃 那些人沒有地方住 但是政府想要把他蓋成金磚 想要變成六本目 就是有有家的人會不得 然後他反而要把這個東西辦給裁判 是讓我比較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對所以我對於華光社區的理解也是那個時候剛好 呃公民記者就是安排 大事公安排去那邊參訪 然後下午的時候其實我留下來做工作坊 那在工作坊的同時其實我也認知到其他國家有類似的狀況 然後我們去研讀其他國家的案例 然後又實際去討論 像是華光社區 他那邊有司法宿舍 有四東那個司法的宿舍 現在是廢 呃那時候是廢棄 那其實他們有討論過 其實那個地方其實是可以改建成現在居民的安適的地方 但是政府不願意 他們在幾週以前是拆掉的 對所以呃政府這樣 一而再再而三很殘 殘忍的並對這些對待這些居民 對我來說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一部分 對那 呃再加上他們因為不到合理 所以每個人身上都被了幾百萬的罰款 就是所以他們有口號是罰款殺人 對因為他事實上也根本不齊 那這件事要不要怎麼解決 對所以對個人來說其實是 就是身心其實都是蠻大的壓迫跟壓力 對大致上